秋天干燥,特别容易上火 妈妈们一定要学会这道汤 做法简单,而且特别有营养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两毛钱的萝卜削去外皮,留着备用 然后把它先切成丝 再切成薄片 锅中油热 下入萝卜丝,炒至断生 盛出备用 撕个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倒入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 再用铲子切成你嘴巴大小的块 有条件的,加满99度的开水 煮两分钟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前面几个视频实在是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辛苦您 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就在这时候下入萝卜丝 再加入一勺虾皮 好喝的关键是放一勺这个松茸鲜 它没有添加 配料表特别干净 只有松茸 菌菇 海苔这些健康的食材 没有科技与很活 老人和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出锅前加入一勺香油 再撒点葱花和一些枸杞即可开喝 这样做的萝卜丝煎蛋汤 鲜美好喝 营养丰富 一周喝八回都不够 学会了 你也收藏做给家人尝尝吧 麻烦 感谢观看